週日 第37屆多明尼加大遊行 在紐約市曼哈頓登場 吸引了上萬現場觀眾 今年華人隊伍法輪功邀谷隊首次參加遊行 並受到了熱烈歡迎 遊行隊伍中有色彩繽紛的花車 表演隊伍穿著多明尼加的傳統服飾 隨著音樂擺動 遊行充滿哈頓六大道的35階 一直走到56階 我來這裡因為我是半國人 我喜歡我的文化 我支持我的國家 今年大紐約地區的法輪功練功隊和邀谷隊 首次參加多明尼加遊行 帶來法輪大法好 喜慶 新中國進行曲等等樂曲 希望讓不同的族裔能夠都知道大法的美好 我們中國傳統文化 包括法輪功 是一種修煉文化 邀谷將近一千年的歷史 也是帶給我們的觀眾 這種豐富的文化 在準備入場時 一名遊客看到邀谷隊喜不自身 今天是幸運的 我聽說是非常好 我喜歡做練習的 我喜歡學習的 邀谷隊遊行師 兩旁法輪功學員 向民眾發放蓮花和傳單 傳遞真 善 忍的美好 紐約市多明尼加大遊行 已經連續37年舉行 每年有超過1萬人參加 新唐人記者王愉賀奧利福 紐約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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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